我是帕皮奖 一个尽美貌与才华余余生的女子 喂 闺蜜 你双十一打算买点什么呀 啊 我缺什么 我缺钱啊 哈哈哈哈 骗你的啦 我怎么会缺钱呢 双十一面膜 卫生巾卫生纸这种 肯定是要囤的 先加一锅购物车 哎不对 双十一应该先领优惠券 喂 闺蜜 还是我啊 今天优惠券在哪领啊 啊 满简红包 啊 装帮帽的红包 啊 火炬 等会儿火炬红包是什么呀 啊 发给朋友 然后让他们帮我点亮之后 我就可以拿到红包了对吗 啊 明白了明白了 喂 方方 你看见我微信给你发了吗 哎 对 你帮我点亮一下 喂 阿福 看见了吧 哎 帮我点一下 Hello Amy Yeah it's me Did you see 喂 妈妈 我刚刚有个磕头 微信发布了我们的 看一下活动页面吧 还有什么优惠的 定金一百比二百 哦 这个不错很划算 定金五十比一百 嗯 定金二十比六十 定金三十比四十五 定金十块比十五 定金二十 双十一当天可抵扣二十 这不是没有优惠吗 二十减二十 喂 客服吗 哎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那个定金二十比二十 是什么意思啊 哦 保证当天可以买到是吗 哎 那你们优惠多少啊 哦 原价啊 原价你参加什么双十一啊 算算不买了 看看别家是不是会有优惠 原价一千三百九十五 预售价五百零九 领券利减三十 二十元定金两倍膨胀 膨胀 什么膨胀 谁膨胀了 喂 是客服吗 哎 我想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膨胀啊 啊 就是翻倍是吗 那你们直接写翻倍不就行了吗 我靠 挂我电话 不买啊 满四百九十九元减两百元 哎 这个很好啊 这个很实惠啊 我看一下我买的衣服是多少钱 三百九十九元 原价八千九百九十九 现价六千八百九十九 定金一百膨胀十倍克地 一千优惠券十元 喂 请问是淘宝客服吗 嗯 没错 又是我 请听题 原价一千六百九十九元 淘宝优惠券三十元 跨店优惠券满二百减二十 店铺优惠券满九百九十九元 再加购指定商品 例减三百元 以上所有优惠可叠加使用 你告诉我最后到底多少钱 你别跟我说这些 我就问你到底躲死掉 你有没有满云电话 你把满云电话给我 我奔了他 他奔你还管不管这事儿了 我靠 又挂我电话 老家不买呢 倒手价等于预售价件 定金膨胀金额减优惠券 总价值等于产品价值加赠品价值 括号 原价是二百四十八 在哪里 不对不对 三百八十二 不多你了 满三百九十九 减一百二十五 倒手价值是六百九十九 不对 怎么还算得比原价更贵了呢 我根本就不会用算它呀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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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里算错 定金五十比一百 一千减十 一千三百九十九 五百零九 八千九百六十八 三千六百八 顶金二十第二十 我忘了跨店铺不能叠价 我不相信 喂 钟老师吗 我是小江啊 教师节快乐 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吗 没有没有 我没有什么别的事 就是 小明捡了一张二十元店铺优惠券 满两百元可用 爸爸又给了小明五十元平台优惠券 满四百元可用 问我买到 不是 小明买到多少钱的时候 刚好可以同时使用七十元优惠券 我是哪个为X啊 啊 这个是初中数学吗 啊没事 我初中时候数学也不及格 啊对对对 嗯 老师您当年说的对 啊有用有用有用 后悔后悔特别后悔 嗯 是那您看我如果复读的话 从初几还是高几开始复读呀 我是派避江 一个节美帽 小孩余生的名字 今天拍摄这个视频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喂闺蜜啊 我都看了一圈了 你直接给我推荐你买的什么吧 啊 战队 什么战队 五十万淘气值 瓜分四千块钱 什么是淘气值 五十万淘气值 可以瓜分四千块钱 那也就是说我只需要找到 四百九十九个淘气值为 一千以上的人加入我的战队 如果平分的话 到时候我每个人可以 平分到足足八块钱 我去找三个人 这三个人再去找三个 喂芳芳 你淘气值是多少呀 你要不要加入我的战队 喂阿芙 你淘气值是多少呀 OK没事了 改天吃饭啊 Hello Amy Yeah it's me again How much OK Now 啊 啊 啊 what 小鬼 喂妈 I don't show me 三小打鸡子 满四百九十九元减两百元 我看一下我要买的衣服是多少钱 三百九十九元 再加过一件衣服不就好了吗 真是笨 瞧我这个笨脑袋 嗯 哈哈哈哈 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Puppy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关注我的YouTube账号吧 哇